天斜座 那你们跟上一个天平座也是一样 一事无成 为什么呢 那我们俗语说有危就有机对吧 有危险就有机会 所以我们说危机危机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想法 但是我现在 就是关于你们这一期的那个幸运呢 那个星座运势呢 我要说的负面一点 就是说有机但是有危 有机却有危 为什么呢 那个机会实时是来自那个日月对分 那在你们的二霸宫 但是那个危险其实就是说呢 火星就是你们的公主星 你们古典的那个公主星 入庙在天斜座 在你们自身的那个命宫 那同时它是三分 你们六宫的 不是不是 sorry 是三分你们那个 五宫的那个海玩星 在上一座 那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危险 就是说呢 你们很懒惰 懒惰死了 好像一头猪一样 那所以其实不要 不要怪别人 也不要怪星星 那其实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会一事无成呢 就是因为你们自己很懒惰 所以呢 那我就严禁了 那么你们自己要好好地检讨一下 检讨一下 为什么自己会那么懒惰 但是也不是说 无聊即 一直懒惰下去 那就是理论上 因为我这一个星座认识 我是看 从这一个满月 双子座的满月 开始 直到下一次的那个 幸运在摩羯座 对吧 就是你们会懒惰 直到农历的那个十一月 那你们自己要好好地检讨一下 不要 不要再那么懒惰 那可以开始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念头 那在农历那个十二月开始 自己会不会就是努力一点 努力一点去干 干一点 就是干一些时事 时事 对吧 就是去干一些东西出来看看呢